吃姜母鴨吃到變成戰鬥鴨 聚眾鬥毆三名涉案嫌犯 隔天遭到警方逮捕 陸續帶回警局 被遺傷害 妨害秩序罪偵辦 和稍早囂張棄宴判若兩人 姜母鴨店前方聚集一群人 全都在攻擊倒在地上的男子 騷動驚動店內其他客人 全部跑出來查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 目擊民眾看不下去 出聲勸架但動手的人 絲毫不理會 還舉起一旁的花盆 做事要砸人 事發在24號深夜11點多 台東更生路上一間 姜母鴨店前發生暴力事件 原本一群朋友在店內 開開心心用餐 過程中疑似酒後 發生口角演變成暴力事件 其中一名男子被四人圍毆 警方獲報後立刻到場 只不過人已經不見蹤影 但隔天也順利 逮到三名涉案嫌犯 據了解雙方是朋友關係 被打的男子目前在醫院治療當中 臉部有些許傷勢 幸好只是輕傷 本案隨後立即展開調查 進凋液周邊監視器的影像 目前已鎖定市民的嫌疑人 本分局正積極的查戲正辦中 天氣轉良 三五好友相約吃薑母鴨 暖暖身子黃湯下渡後 要避免暴走 做出失控行為 免得酒醒後悔莫及 TVS新聞流行委廖子盼 台東報導 第四個月 才能夠吃薑母鴨 排水